谈点上海那些藏着深的宝藏店 不是本地人带路根本找不到 第一家 藏在杨浦居民楼里的盒饭 25日份 这个空两个是自己选 每天只开三个小时 10点半 12点钟 星期六星期天没有的 阿姨从06年一直开到了现在 吃的都是上海人家里的味道 我第二天自己不是说什么菜 买了什么就说什么 来吃的人都要排队 多么生意好呀 有像不怕像是什么 我们上海人喜欢这个 第二家 藏在上海市中心的炸串小摊 开了20多年 20串小肉才卖5块 来吃的人都围在一起站着吃 阿姨自己调的酱料 有甜辣两种 要边蘸边吃 占两次阿姨要打人的 5块20串的小肉裹上面粉 然后再炸 螺丝肉都是阿姨手工阿的 炸得很嫩 老顾客从上学吃到了 带着小孩来吃 第三家 藏在浦东清真寺里的羊肉串小摊 神神秘秘的还要隔着门交易 现点现串现烤的内蒙羊肉 烤得滋滋冒油 肉感非常扎实 还可以裹在烤囊里吃 大肉串吃起来非常爽 第四家 藏在浦东居民楼的馄饨店 位置真的非常隐蔽 这里可能是最后一家 用煤球炉砂锅煮浑村的小店了 阿姨从85年做到现在 煤炉煮出来总是有种特殊的味道 第五家 小羊粥葱油饼 在街边卖了50多年 7块钱一个 18岁做的 现在吃的是对了 据说是阿大的师傅 手翻面的形式 也是手法最正宗的一家 你还知道哪些上海特色美食 评论器告诉我